枪口位拿到了AJ还不错的牌啊加注到16万 其实说还不错就是因为他的枪口位啊他的位置最差 就是你位置差就是其实是你的牌力会变弱 所以说还不错的牌啊 炮弗老板拿到了KJ同色 选择平尻啊 哎没call吗反正KJ同色肯定想玩是一个call的啊 这个牌不太具备all in的牌力啊 炮弗老板筹码可能现在会比较短 推出去打边的气牌率 反正也能做出这样的行为啊 但是这个牌本身他不是一个选气牌啊 这个牌要玩的话不太具备all in的牌力啊 看野人拿到了A10同色 就是不太具备起瑞瑟的牌力啊 三拜特的牌力啊 野人A10选择平call 那接着呢我们来看看翻牌啊 看是 看Y庆阳又趴桌子上了 翻牌是KJJ AJ直接击中鸣三条 而野人这个牌有个卡顺啊 其实这个卡顺也没有那么好发出来啊 但野人位置还不错 他有最好的位置 主要是这个颜色也不太好 一张配套都没有 现在枪口觉得有点 我吓住对方会不会跑啊 这种牌面 对方是有可能没有东西的 拿来还决定打一枪 没有位置啊 直接打 其实没有位置 你直接打 拿下底持也还不错 泡芙老板没玩 泡芙老板玩这葫芦啊 KJ的葫芦 13万 其实我一般很容易忘记别人 就是 就泡芙老板一想比较深 就是他击中了这牌 我一般也不太记得住啊 因为我一般都有一种概念 就是你不玩了 这个牌发出什么 都跟你没有关系了 就这样你知道吧 有些人总会记啊 比如拿27发出 牌面发出772 我这葫芦我没上 我下巴我得上 这把葫芦都错过了 其实你弃牌了 牌发出什么牌 就跟你没关系了 哦 转牌来了一张Q啊 这野人ABB面flop 也不相信对方 转牌来一张Q 让野人正好击中了 这个卡顺 但是这个牌面 真的很容易出葫芦啊 因为野人好像 我记得是装卫啊 这时候AJ多少 他有点担心啊 这时候AJ他也有 有控持的可能性 这里边一旦 这里边 但是他也有可能打 但这里边就是 你打的话 对方一旦是形成葫芦 你就套持了 下得非常的轻 但他这个轻就是 有可能 有可能会弃牌啊 他只下了25万 野人这里边也不敢 不太敢轻举王宗 JQJK这牌 看着太容易出葫芦了 但是对方 对方我记得是枪口位 枪口位可能一般 不会太玩JQJK这样的牌 这里边野人就会有 瑞士的空间 如果联系到枪口位 看样子是个call啊 也选择call啊 哦 核牌又是一张Q 这张Q 这张Q AJ呢 AJ还敢打吗 这个面 他变成了J的葫芦 但是发出两张Q 应该会敢打啊 这里边应该会敢打 因为对方 拿一张Q去call你 QK这样的牌 或者什么 QJ这样的牌 这手牌不太好说啊 AJ会不会打 真的不是特别好说 哦 选择控制了 不敢打了 控制了 野人也是check我 啊野人 这牌扔的 把牌直接扔翻过来了 野人非常生气 我刚才扔牌的时候 牌给扔翻过来了 核关这么发牌道啊 这不是在搞我吗 他们不会说核关啊 其实核关只是个机器人啊 某种程度上 其实实际上 他就是机器人 他不会偏向于任何人 其实都是每个人自身的运气啊 因为他没有偏向性 就相当于机器在发牌 你知道吧 如果每个人自身有运气 好坏啊 Y兴阳在枪口位 拿到对六 Devores QK啊 QK应该会尻吧 他有点忌惮 QK这样的牌 有点忌惮 他要是有什么AQAK的 他能想了 想要不要玩 看他的这个犹豫啊 他如果是KJ杂色 他应该会扔的 他泡夫老板 应该会check 大多种情况下 见的牌都会check 但有时候没准 他会做个Race 假装自己排力很强 让我们看翻牌 哦 翻牌是686 Y兴阳翻牌 直接击中炸弹 但是这个牌 QA和JQ 咱们上地视角知道啊 他们跟他们都没什么关系 哦 泡夫老板要不要偷一枪呢 也没有动啊 没有做一种行为 VBB面嘛 有时候有位置的人 在这种面上会偷一枪 竟然又发出一张疤 外肯阳还是check 在外肯阳眼里 可能他们也都没有疤 有疤也会打出来自己啊 flop两个人都没有打 也是checkcheck 没有人想偷 QK可能觉得 都也都有一点开牌价值啊 尤其是K 这样的又发出一张9 外肯阳这时候可能会 他会开一响 他心真希望一张9 让别人有点顺 有点花什么的 他怕check 这时候你要check 也能check 其实这时候也能check 但是他怕check了 他一check 也跟着checkcheck 其实有时候冒点险 checkcheck check瑞瑟 阿白海洋这表情 我击中个炸弹 毛都没拿到 你泡沫老板看了 这么大的牌 多鬼我刚才没偷鸡啊 我刚才有这个想法来的 我想借助我位置 ABB面 我偷一想 还好 还好我聪明 泡沫老板 就往后背上一靠 哈哈哈哈的笑 这手牌是枪口味 拿到了AQ 加注到20万 Viking Yang的10J 选择平尻 那这样的 我们来看看翻牌 翻翻翻翻 90钩 哦 这个牌还有点意思 两对对买上下顺道 Viking Yang有位置啊 面对枪口味 应该会看 至少会下一枪 看看对方的情况啊 这个牌面太容易 有买牌了 哦 枪口味还没动呢 枪口味想要不要下注 这个牌面和枪口味 不是特别匹配啊 这个90钩 有点偏矮 这个牌 这种牌面和枪口味 Miking Yang是两对啊 两对很有可能下注 因为他已经玩了很多年 Divores可能是一年 最多 48万的地持 48万的地持 48万 下注25万啊 一个二分之一地持 没有可能差一颗瑞斯呢 如果他差一颗瑞斯 就基本上是奥利了 这个地持 看样子是选择一个平抠 有点太忙 太忙 太忙撞了 如果这个牌 哦 正牌来了一张草花六 这张草花六让AQ变成了花顺双筹 而且这是买A花啊 还是过牌 Miking Yang呢 这张六其实 会像别人如果是买花会买中啊 在短牌 但是大家不倾向于买花 但是这个牌确实容易出现 花顺双筹的牌啊 比如有一张花什么 他又有张Q 就是花顺双筹 就是八万的地持 就是八万 下注四十五万啊 也是还是二分之一地持 就是二分之一地持左右啊 这个AQ他不在 他因为花顺双筹嘛 买A花 他的胜率还是不少的 就是他他只需要有个二十五的胜率就够了 因为他跟一百八十万 可能要比这个二十五的胜率要高啊 我看下二分之一 看看底则是多少吧 他跟四十五万啊 一百八十万 差不多就是啊 他只需要二十四分之一的胜率 盒牌 盒牌来了一张八 这张八样八九十勾圈 形成了 形成了上 形成了顺的啊 就是顺的 外给亚是两对吧 这张八发的 AQ这里边会不会打出来了 也不一定会打出来 他这个牌 他也怕别人有花 甚至别人是QK这样的牌 但是有可能还是凹琳 还是挺那什么的 那这个 外扬靠不动啊 还是狠狠狠狠 我会有点害怕 因为外扬阳 他也有花 有那种 QK的范围啊 他一直在打 一直在打 我想底十这么大 没想到 我还是太怂了